哈喽大家好 我是喜欢打上海翘马的凯哥 视频每天更新 欢迎大家收看 喜欢的小伙伴们 可以给个点赞或者关注一下 谢谢大家的支持 本期视频三级联播 还请大家耐心看完 看一下第一副 起手就有四对 典型的碰碰壶牌型 而且手里一顺牌都没有 这个牌还不做碰文护 那就白下四对牌了 五万来对之到期 下家启动了 看样子下家像是在做条子 先打三条 碰六桶打掉二桶 四万跟着对家打西风 这个牌要抓紧碰条子 再不碰就没人敢打 因为下家已经两碰了 碰小鸡我的牌就来到了一上章 摆小鸡我的牌就来到了一上章 想了一下还是决定打掉七万 因为下家打过一张七万 还是多保留一点机会吧 这个牌如果不是我下家在做条子 那肯定是开掉一对四条 来三万先跑六条 看来六条下家吃的不舒服 下家牌应该也是一上章 这个牌一万极有可能成对了呀 要是一万成对 那这个牌难度就更高 有个绝章东风在手里 当做安全牌吧 碰一万听牌打掉东风 看下家是什么情况 下家一上章 用四条和北风招牌 下家是三四四五的牌型 还有一对二条 如果给他条子上面找到朋友 那我这个牌就只剩五万 搞不好就是绝狐 给他碰个二条最好 上家门清停牌打二条 下家碰二条停牌 这个牌对家不好选 掉北风打四条点炮 掉四条绝狐 打四条掉北风 这是我最希望看到点炮 五个花24分 加哥哥超隐30分 看一下第二副 下家打北风 碰北风直接开掉三条队 这个牌就不去做碰碰糊了 上家打南风直接上 开杠是一样 也是杠一桶进的 来四桶能听牌了 这个牌总归是等一的 外面没有人听牌 这个牌有修一下的必要 有做混碰的可能啊 就算是混一色 也要修个两头杖 来二桶停牌 打掉四桶 混碰停牌了 下家也停牌了 这个牌是下家停的好 一桶和下家对四 只剩二桶 下家停一四万 下家一枪头止磨 混碰就给了一圈机会 可惜也没有把握住啊 看一下最后一副 这个牌插得就有点远 缺搭子 先把搭子早期再说 八万以来还缺一个搭子 这家看箱子像是在做万子 八万抓克子 先打二桶 来七桶 就是一上张 来八桶 这个桶子来的挺好 打掉四万 这个牌最好是在桶子上面找朋友 条子就算是找到朋友了 估计也不太好 上家一张条子没打 来五万停牌 那肯定是停五八桶 我停牌 下家也不修 直接停牌了 下家单调五桶 对家打八桶点炮 五花十二分 价格超越十八分 下家单调五桶